在香港,宗教信仰的权利是绝对自由的 政府对我们是非常重视,也很尊重 我们在每天需要做的回教规条和外面一般的教是不同的 政府有见于此,在他们的医院、老人院舍、甚至监狱都会为了我们的需求 而根据这个需求去做一些适合我们的守则 所以我们觉得政府是非常之协助 从来只会有尊重帮助,而从来没有见到任何干预 1997年之后,宗教的自由比以前更好 不只是这么简单 我们现在有权投票 现在宗教有六十个票 一千五百个票里面有六十个 就是给那些religious association 我们的回教其中有十二个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香港的Muslim是来自于世界不同的地方 他们生活在香港 都是充分享受这个香港的宗教自由 完全没有改变 完全没有分别 反而我们回归之后二十五周年 我们Muslim的人数就增加得非常之多 在祖国初期未是很开放的时期 香港成为了国内的一个对外的桥梁 后来国家开始开放 经济一直发达 香港变成为外面国家或者所有的公司 希望进入国内的 就走来香港为他们的基地 所以这些机遇 是很多其他地方不会见到的 这三年我们每个都知道 是有这个COVID-19 那就有点影响 但是香港这个发展 都是挺好 这个Central Government支持我们 国家支持我们香港 那我们就 现在还是比很多国家 我们也有强大的祖国 在作为我们的后备支持 还有香港一个独特的地理环境 一个国际化的都市 面向世界 香港现在将会有 北部的大计划 明日大雨的巨大发展 更加在国内有一个新的发展 就是大湾区 国内将香港 连入大湾区里面成为一员 所以 所有这些机遇 是香港另一次很难得的黄金机遇 香港人 应该把握这个时机 做好自己的本分 尽量融入大湾区 尽量融入大湾区 那变成了 那个黄金机会 是陆续有来的 我觉得香港的青年 我觉得他们要 努力读书 努力学书 学到就 帮助香港 不要听一些不好的 对香港对国家不好的东西 那为年轻人 首先 要他们读书 那么 都要有一个指向 有一个人生的目标 那么 都有奋斗 拼搏 那么 我们要做一个 对国家 有用的人才